近日美伊矛盾持续紧张 美国航母战斗群和战略轰炸机大批进驻中东 所有的目标都指向伊朗 但是郑主还没有大打出手的趋势 域外的参战国家却都已经互不相让 世界还是之前的那个世界 但美国再也不是那个为所欲为的美国了 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上 谁拥有先进的武器自然就有昂首挺胸的资本 民无兵不安国无防而不力 所以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军事力量 我国就是在之前吃过这方面的亏 过去我国的长矛大刀遇到了八国联军的火药大炮 除了世书还能有什么 现在的中国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如今我国的国防力量早已是今非昔比 现在更是致力于新型的导弹的研发 例如高超音速导弹 反舰导弹等武器 至于海军和空军 我们和美国之间可能还存在些许差距 但是至于导弹 我相信中国不怕任何人 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东方系列导弹 作为中国史上最强的洲际弹道导弹之一 东风41的射程为14000公里 是目前中国能射的最远的导弹 抵达美洲上空只需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当然了这种国之重器我们也不会轻易使用 因为它的腾空就意味着毁灭 随着我国导弹技术是越来越成熟的 不少国家都和我国进行了技术交流和合作 其中最近与美国在波斯湾对峙的伊朗 更是直接提出了想要购买我国导弹的请求 美国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 美伊两国在海湾地区也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随时都有插枪走火的可能 并且再加上中东地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大战可谓是一触即发 并且美国还联合其他国家在波斯湾部署军舰 多次实行海上军演 这种赤裸裸的威胁必定会给伊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美国的多方施压下 伊朗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抗衡 但是伊朗一直也没有低头 一直抱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决一死战的姿态跟美国硬刚 所以伊朗为了多一份叫板的资本 向中国提出了购买导弹的请求 大家都知道伊朗的经济实力并不是太富裕 但却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所以伊朗向中方表示 愿意用五年的石油开采权 来换取中方的500枚导弹 以及12枚反舰导弹 在美方的步步紧逼之下 伊朗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大决定 此消息一出 美国彻底做不了 紧急喊话我国 对中方发出严厉谴责 禁止中国对外出口 称我国这款武器的出售 将增加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战略阻碍 破坏了地区平衡 美方在很早之前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直言水改卖武器给伊朗就是和全球作对 或对该国进行拦截并且一并实施制裁 特别指明中国和俄罗斯不许对伊朗出售武器 然而美国的这一言论本身也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面对这样的局面 中方也不会畏惧 更不会给予理睬 这本身对于我国来说也是个大利好的合作 毕竟中方石油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并且伊朗在获取导弹后 对美方的威胁也会更加有底气 同时也可以给美方的霸权行为带来打击 近几年 美国一直试图遏制我国的发展 曾经还想用石油来卡我国脖子 近段时间更是对我国发起了贸易战 还举国权限围剿我国华为 早已引得了众怒 有句俗话说得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像这种互惠互赢的局面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相信随着中医的合作再次加深 美国的这两大阴谋都将注定会被扼杀 最后奉劝美国一句 倘若美方不知悔改 执意要一条道走到黑 那就等于选择了一条自弃之路 这条路注定只有一个终点 那就是失败 天要其亡 必要让其狂 疯狂过后就是灭亡 不幸 咱们走着瞧吧 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5日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由于伊朗的有害行为 政府绕开国会审议程序 紧急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出售 81亿美元的武器 而此举也引来了国会两党议员的批评 当前波斯湾局势紧张 伊朗态度更趋强硬 调门提高 伊朗总统鲁哈尼周四表示 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即使遭到轰炸 也不会向美国投降 伊朗外长扎里夫24日访问巴基斯坦 与该国外长库雷西举行会谈 此前的23日巴基斯坦刚刚成功试射一枚 可携带核弹头的沙星2D对地弹道导弹 在扎里夫抵达伊斯兰堡之前数小时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费萨尔 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因为任何误判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大规模冲突 据美国国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日报道 特朗普本次使用的是武器出口管制法中的漏洞 从而绕过国会冻结沙特军售的决定 根据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 国会可以投票通过法案修改 或者阻止美国对另一国的军售 但管制法中有一项条款 允许总统在认定出现紧急情况 需要出售武器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时 绕过国会直接批准军售 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项81亿美元的军售 将会支持我们的盟友增加中东地区的稳定度 并帮助这些国家抵御伊朗 2017年特朗普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 价值高达11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 支持后者在也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 但在2018年10月 由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战争中 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 以及沙特记者哈苏吉事件 美国国会冻结对沙特军售 此事迅速在国会中引起民主党和共和党争议 美国参议员莫非认为这是完全的滥用权力 特朗普在国会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的 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 如果这些决定想绕过国会的话 他将反对政府出售军备 民主党议员门内德斯指责特朗普对沙特军售 是在迎合专制国家 他表示特朗普又一次没能优先考虑 美国的长期安全利益也没有捍卫人权 兰德公司分析师凯伊指出 如果美国现在以伊朗威胁为由向沙特出售武器 不仅会加剧政府与国会的矛盾 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 还会导致也门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前已有美国议员警告 美军士兵或被控犯下战争罪 除了对沙特阿拉伯军售以外 英国广播公司称美军还将增加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 近期美军将在该地区增加1500名士兵 部署无人机和战斗机 特朗普称此举意在保护已驻守该地区的美军士兵 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周四五角大楼官员和白宫官员 已经同意先向中东增派3000名士兵 美国目前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 共驻有2万多名士兵 未经许可 杨广播报道 未经许可 杨广播剧场》 未经许可 杨广播剧场者 请不吝点赞 不认详 杨广播剧场者 杨广播剧场者 杨广播剧场主买 在今期术法当时会一直以继续 透明尔街地区 明以赞照 明不通 未经许可 杨广播剧场 明尔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